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是有没有哪个小心思细节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太忙那么忙的 开天要学习赶过来 谢谢你 没事 应该的 先说我们的电影说 我们那个电影多美啊 我特别特别的感受 第一次在大屏幕看 道白真好 你录了几次啊 我还不知道我的团队是什么 大概两次 两次 但是这个 道白的节奏真好 我都看了大屏幕这个音响以后 从这个情况下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感动 谢谢 你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的感觉呢 其实这个被电影讲的就是那种 我们生活中 都有了一些状态跟情绪 其实我觉得 非常的有意境 然后我们也需要去把握这些状态 然后 而且当时拍的时候是吓的 但是它那个都是一些老宅 非常的 就是在里边就感觉就是人就静下来了 其实反而还没那么热 还好 对对对 哎呀 你说话说的我都觉得你变化也很大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两年前 我们在米兰喝茶 记得吧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 有几个印象 第一就是 啊 真小 特像我女儿很理 第二 真好看 第三就是 说话特别的斯文 有理 特别有教养 然后那时候觉得你对学习特别紧张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要考大学 跟你说什么都好像都在想着我要考试 我要考试 但是今天我再见 我们合作了几次 两次封面都是生日左右 我们还是很有缘的 是 非常有缘 力气变大 对对对 还有就是 比如说 一些就是 做事情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消化事情的一些能力也比较好了一些 是的 对 那你自己也很忙啊 除了拍戏 你刚出了两个单曲 一个是叫我的 一个是醒着 这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想尝试什么呢 是尝试不同的风格给大家 对对对 而且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旋律献比较强的那些歌曲 然后就感觉是在 用我用歌曲给大家讲出一个故事的感觉 那么 醒着这首歌呢 其实也是讲述的是 大家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 反正我是经常会有一些非主流的情绪 然后就是会想很多白天的事儿 然后呢 就是 脑海中会一直 就是这样那种 一直过 幻灯片一样 一直过白天的画面 然后我就会想一些事 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跟自己对话那种感觉 跟你的电影有点像 是 是有点像 对 喜欢《发梦》 对对对 是 那你自己个人的第一个大的专辑 有没有在我们的事业里面 有没有在我们的事业里面 就一直在那个点 但我要不停地去网上go 对 要努力去把它给摸到它 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最日日在想的一个事情 带路看您演戏也能那么好 上了几次节目 你演戏非常的受大家的欣赏 谢谢 谢谢 演戏也会继续 对对对 也会继续努力 好的呀 谢谢 好了 谢谢你 不多说了 虽然大家都想听你多说一些 那我们就把派对让大家开始 好 我们的DJ从纽约来的 是超模出身 模特出身 非常非常的酷 其实今天就是想大家 have a good time 玩一玩 热闹热闹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派对的场子 交给你们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OPPO 希望大家非常享受今天的夜晚 好的 谢谢 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 弱闭Lighting In 我们Floshing Night Party现场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爱队继续 让我们再次请出来自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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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